第三节菲尼基文明和西伯来文明 在梅索布达米亚文明的影响下 在周边地区衍生出了一些文明 其中最重要的是菲尼基文明和西伯来文明 我们先看一下地图 这是在这个肥沃德新月地带的西端 这是肥沃德新月地带 然后西端在濒临地中海的地方 有一个狭长的地带 它相当于现在的叙利亚 黎巴嫩 巴勒斯坦 约旦和以色列这一地区 在这个狭长地带 它们北边是依靠着梅索布达米亚文化圈 像南就已经到达埃及的尼罗河的河口地带 它的北部地区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黄色的地带 它的北部在历史上叫做菲尼基 南部在历史上用过不同的名称 或者叫加南 或者叫巴勒斯坦 以色列等等 那么我们先看的是北部地区 菲尼基是古代地中海世界东岸的 一系列小城邦的总村 它从来没有建立过一个统一的国家 菲尼基实际上就是菲尼基人生活的土地 所以很难界定他们确切的疆域 大概在公元2000年前后 菲尼基人相继在地中海的东部地区 建立了若干城邦 其中以西顿和推罗最为有名 他们都是当时的两岗和工商业的中心 菲尼基人是一个海上民族 它是一个海上民族 它在政治上比较弱小 但是它在两个方面 对人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一个是他们的商业精神 另外一个是他们的拼音字母 在公元前16世纪 菲尼基人借助其优越的航海能力 在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带 进行广泛的海上贸易和商业活动 他们几乎垄断了当时的整个地中海的贸易 除了从事中介贸易之外 他们还出售自己的产品 橄榄油 葡萄酒 以及贵重的紫红色的染料 因为在当时的陕米特语中 菲尼基语的意思就是紫色之国 因为他们盛产紫红色的染料 菲尼基人成为古代最伟大的经商者 他们的商业精神影响到了后来的希腊人 正因为菲尼基人经常到海外去从事贸易活动 他们到各地去进行买卖 所以当时流行的些性文字过于繁杂 过于繁难 他们特别需要有一种简便的文字 用来记账 用来和进行交往 那么现在学者通行的观点是 菲尼基人在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 和梅索布达米亚人的 些形文字的双重影响下 创造了一整套的菲尼基字母 就是有22个福音字母表示的字母 那么这些菲尼基字母 后来随着菲尼基人飘洋过海 传到了世界各地 他们特别受到希腊人的青睐 所以被希腊人所接受 并且加以改造 这个形成了希腊字母 所以这个希腊字母后来也影响了全世界 那么现在的 可以说现在的希伯来字母 阿拉伯字母 希腊字母 拉丁字母等 他们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菲尼基字母 然后菲尼基人呢 这张图上还可以看出来 他在地中海沿岸地区进行贸易 同时呢也在很多地方建立了殖民地 比如说在地中海的南岸 以及西岸等等这些地方 就是比如像现在的西班牙 然后还有北非地区 都建立了很多殖民地 现代的城市像比如说 马赛也是在菲尼基的殖民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菲尼基人的殖民地 其中最著名的呢 是北非的加泰基 加泰基后来一度称霸于西地中海地区 并且呢同罗马人打了三次布尼战争 这个我们随后会讲到 那么在地中海东岸地区 那南部这块地区 古代的时候叫加南 也正是在这片土地上呢 诞生了希伯来文明 希伯来人呢 是一只讲三米特语的民族 也就是当今犹太人的祖先 那么关于希伯来人的早期历史 我们没有信史的考证 而希伯来人呢 把他们的历史 把他们的起源和历史的传说 都记述成了圣经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圣经里面的旧约传书 就是旧约 大概是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 希伯来人从苏美尔地区 就是从苏美尔地区呢 也就是两河流域的南部这一块 然后他们迁入到了地中海东岸的这一块 加南的地区 圣经里面称这块地区呢 是留着奶和蜜的土地 那么其中呢 有一只人 有一只人呢 后来就通过苏伊士的地匣 来到了埃及 他们在埃及呢 生活了几个世纪之后 由于他们受到当时法老的奴役和压迫 据圣经出埃及里面的记载 这个时候呢 在希伯来人中间呢 就出现了一位杰出和勇敢的领袖 摩西 摩西呢 决定率领他的族人 返回到留着奶和蜜的迦南 他们呢 这群人呢 遭到了法老的军队的追赶 然后他们就到了这个红海 眼看就要追上了 那么摩西呢 在耶和华的帮助下 分开了红海的水 就希伯来人呢 奇迹般的涉海而过 然后随后赶到的埃及的追兵呢 却葬胜于海底 这个也就是出埃及的传说 出埃及的这个传说 那么希伯来人渡过红海之后 他们沿着西奈半岛 一直向南走 结果呢 在西奈半岛的南部地区呢 定居了四十余年 这个时候呢 希伯来人虽然获得了自由 但是呢 他们的生活并不愉快 人心变得涣散 根据圣经的记载呢 说这个摩西前往西奈山 带回了 据说是上帝耶和华 向他授予的十条戒律 也就是所谓的十戒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十戒 那么这十戒里面的前四条 都是宗教信仰方面的内容 不许崇拜别的神 不许制造和崇拜偶像 不许望称耶和华的名 必须守安息日等等 这个四条呢 实际上就是宗教方面 目的在强化对于耶和华的信仰 后六条是关于社会道德方面的 这个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伪证等等 还有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和财物 目的呢 在于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 这样呢 这十戒就通过对于强化 通过强化 对耶和华的信仰 也规范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 那么摩西就把西伯来人呢 由一群乌合之众 变成了一个目标坚定 纪律严明的民族 纪律严明的民族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 摩西十戒的传说呢 看作是一次 犹太教历史上的一次 宗教改革运动 这次宗教改革运动呢 奠定了犹太教的基础 因为十戒呢 强调对耶和华的绝对敬奉 这个显然是犹太教里面 依神教的重要内容 而且犹太人也把十戒呢 视作是他们和上帝 耶和华之间的一个约定 一个约 这个呢 也就是他们和神之间的这个契约 这个契约的这种 这种契约的观念 可能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西方人的一些思维方式 影响思维方式 因为我们知道契约观念 是西方文化中 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 犹太教的出现 是人类宗教史上的一次革命 犹太教呢 是希伯来文明中呢 最具原创性的部分 也是呢 整个文明的这个支柱 其实实际上呢 在其他的地区 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宗教 但只有犹太教呢 是成为后来世界 两大宗教的源头 也就是基督教 和伊斯兰教的源头 好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 犹太教的基本特点 第一个特点呢 是依神论 摩西十节第一条就说呢 除我之外 不要信奉他神 只有信仰 耶和华一个神 第二个特点呢 是反对偶像崇拜 因为上帝无所不在 人类是不能去描绘 耶和华的形象 所以你不能去供奉偶像 不能供奉偶像 犹太人的神庙里面 是没有偶像的 第三个特点是 上帝的选民的思想 犹太人民族 就是希伯来民族 自认为是上帝选中的民族 这一点呢 并不是说他们具有 我们现代意义上所说的 那种民族优越感 他们所 他们自认为是 唯一被上帝选中的民族呢 是说上帝 选中了他们 是来帮助上帝 来传播福音的 对于希伯来人来说 既是一种荣誉 也是一种责任 舍我其谁 所以犹太人认为 说他们在历史上 虽然说经历了那么多的灾难 颠沛流离 是因为呢 他们没有很好的遵守 于上帝的约 违背了上帝的这种戒律 所以就受到了上帝的惩罚 就是他们呢 辜负了上帝的希望 那么犹太人这种 上帝选民的思想 是一种 有一种悲壮的使命感 舍我其谁 所以犹太人 在经历了每次灾难之后 都深刻地反 都反省自己 要悔过自心 因为他们经历了灾难 是违背了和上帝的约 所以呢 他们今后呢 要更加严格地 遵守于上帝的约 所以为了他们 就犹太人呢 为了能和其他的民族 区别开来呢 就有一些 特殊的宗教仪式啊 等等 比如说他们的男孩 要行割礼啊 等等 那犹太教的第四个特点呢 是救世主的信仰 也就是Messiah 当时的救世主呢 称为Messiah 西班牙人坚信 他们不管遇到多少苦难 上帝呢 都会派一个救世主 来解救他们 比如说在巴比伦之囚的时期 备受苦难的犹太人 更加坚信这一点 那么他们把救世主呢 当作是唯一 他们的精神唯一的寄托 而犹太教的这些特点 比如说一神论 这个创世论 这个救世主信仰 等等 这些后来呢 都被基督教所继承 都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发展